山豚的颱风也为台东带来了惊人的雨量 一处灌溉大墩水位上涨 在今天中午有两名男子 为了要清除出口处的杂物 就不小心跌落溺水 其中一名男子抓住了树枝脱困 但是另外一名男子遭到了湍急的水流 冲往下游造成他头部重创 送一不知 现场一下方发现失踪患者 然后现场目前已经救出了 准备破送马铁医院 消防人员分工合作 紧急向单架上六七岁老农送往医院 因为他不慎落水 头部重创 性命垂危 山豚的颱风带来致灾性雨量 台东是青海路 一处灌溉大墩 因雨水暴涨 出水口遭树枝杂物堵塞 4号中午两名农民冒险清除 没有想到六七岁黄姓老农 不慎跌落溺水 硬旁七七岁正姓同伴健壮 伸手救援 也被水流冲走 希望他紧急抓住树枝 保住一命 自行脱困上岸 但黄姓老农就没有这么幸运 他被吞及水流冲往塞游处 被民众发现时 已经头颅破裂 送医伤重不治 第二名患者在 后续下游的民众 通到在他们住家附近的 那个水菌旁边发现 那我们的院杆的现场 像我们现场的这边 多看男性患者 在这里救援出来 山豚台风重创台东山区 下游农民为了清除出水口 树枝不赦落水生亡 再添一粒死亡意外 解刘林祥台东报导